欢迎收听《迷彼之音》 我是大迷 大家听到这个大迷的声音之余 还有几种动物跟昆虫的声音 大家分辨得出来吗 太多了 大概最具体的是禅叫声吧 还有鸟 刚刚飞过去一只苍蝇 是苍蝇吧 我请我对面这位主角林大哥 你帮我解答一下 我们大概耳边现在听得到的 有哪些动物跟昆虫的叫声 蚕 蚕应该是熊蚕 然后鸟应该是胡同 然后有一些绿秀眼 蜻蜓不会叫 然后它有一些 应该还有一些是属于虫类的 可是如果那个虫就分不出来 有害虫也有异虫 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田里面 我没有在讲害虫异虫 因为他们只是在生活 所以没有异虫害虫 是从人的角度去想 从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林大哥跟那个前几集 遇到农夫 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 上一两集遇到农夫 会说什么是害虫 什么是异虫 它是种蔬果的 那为什么遇到林大哥的这个说法里面 其实认定会也有一点点不同 是来自于你的农法吗 是因为你尊重的是 你遵循的是 我做的农法是 秀明自然农法 那等一下我再讲秀明自然农法 不过秀明自然农法也没有讲什么害虫 不能讲害虫 一虫不能讲一虫没有啦 只是说我自己的认知 就是在一个农园里面 虫它也是要生存 就跟人每个人都想生活 所以它要去吃你的东西 它一定吃它喜欢吃的东西 它刚好就是你的作物 就只是你的角色冲突而已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害虫 而是其实上它只是想做它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人家是害虫 它就是昆虫 大家都只是为了过生活而已 我们今天故事车环岛来到了台东 这里是陆野乡 永安路上的一个农庄 叫做夏云自然生活农庄 夏云听起来好好听 好像天空下起了云 不是 是夏天的夏耕耘的云 夏云自然生活农庄 那接受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林逸龙 林大哥 它的秀明农法栽种的呢 有杨桃 凤梨 我要备一下 我刚刚参观了它整个一半吧 大概只参观了一半 它主要是杨桃跟凤梨 然后火龙果 还有 芭乐 谢谢米妈提示 然后还有桑胜 葡萄柚 莲物 莲物 百香果 桃子 琵琶 芭琶 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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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止哦 你还一定还有讲漏的对不对 很多都是你 金菊 金枣 啊对 凤梨 凤梨在另外一区 整个腹地 蜜椒 芭椒 对蜜椒 还有香蕉 香蕉 还有一些蔬菜 在刚刚林大哥带着我们母女逛了一下这个你的农算是农庄嘛 这一个农场的这个局部的一部分的时候 呃我们走着参观的那个心境 其实如果比较一下当年你接触秀明农法的那个很源头的那个开始 是不是你也曾经像我们这样只是去参观一个农果园 然后只是去认识一下哦原来这种栽种方式是怎么样 是不是曾经有个什么缘分 所以 OK好 其实这要回到我们原来务农 我虽然现在是农 呃在务农 不过我十年前 是跟大家都一样都在上班 嗯 对那我做的是科技研发的工作 要带一些工程师这样子 然后十年前我们就把工作辞了 想要找人生的下一个下半场 那当时也没有想要务农 就因为去东海岸 就是在台东的渡栏认识了一个女农夫 一个大姐 然后她让我觉得 哎或许务农是下半辈子可以做的事 可是在当时我们只是决定要务农 也只知道有机 然后也不认识什么秀明自然农法 那就很巧 在后来我们决定要务农之后 我太太在一本杂志上 康健杂志 看到了介绍秀明自然农法的一个农场 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有人的源头 就是叫大屯西自然农法教育农状 陈慧文跟李旭云医师他们 我们就跑去参观了 参观了之后 我太太说 那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务农了 我们就用这个农法 太太决定了 太太决定了 就做了就这样子 听起来很简单的 那个了解决定的过程 可是事实上也又 你们有自己实战的 先让自己身体力行 去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农夫这件事 做农夫要试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有了 我当时在二月过年前 认识了徐兰湘那个大姐 然后之后我回到新竹 然后我跟我她来说我想务农 她来说她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能不能做 那我就说好那我去试试看 我就跟再跟她那个大姐约 去他们农场就待了20天 然后20天她就给我一片 大概20-30坪的地吧 都是草 然后就把它出头一些种子 就教我怎么种菜 那将近有17天就在那边种菜 然后一月那时候就大概三月天 种完菜就看着都兰山 然后就去学那些事情 然后就觉得我蛮喜欢流汗的感觉 我也不怕那种劳动的累 然后我喜欢流完汗那种 那种不知道那种 你知道当你在劳动的时候 心里是很单纯的 那种感受 所以我回来决定 我应该是可以做吧 然后就决定做 当然当时决定要务农的状况 那种想法 实际上的生活 想象的生活 跟你做了开始真正在务农 而且是做大面积的务农 其实不一样 对 那个20天跟对照 现在已经走了10年 不晓得是几倍了的 对最主要还是 我觉得那个一个小面积 就是一个小面积 那你后来要以农业为生 就不是一个小面积 我们现在工作的面积是2.4公顷嘛 就大概是五个足球场 哇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五个足球场的草 要除 然后水果要摘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其实是劳动量 比当初想象那种生活还多很多这样 而且你是全部秀民自然农法 对全部都是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 如果这个农法 它的其实人力上的付出 几乎也都靠人力来讲 怎么应付得了 越来越扩大 OK 那个秀民自然农法 有几个特点 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 它的精神上面就是 只有八个字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就你做什么事情的思考点 就是大自然会不会这样做 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些人为的手段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农业的方法 那所以农业的方法 可是你要去思考 这它对土地的伤害是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一块好的土地 它是有办法靠自己 就可以维持大自然的生活 就是农夫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相信的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这农法的细节里面 就四个原则 一个叫做无农药 任何农药 包括什么辣椒 蒜头做的水都不能用 就是有机资材 有机农业在用的任何资材 我们都不能用 那另外一个叫做无肥料 无肥料就是化学肥料不用 有机肥料什么厨余 任何什么米糠 这些都不能用 那另外一个是自家采种 自己要采种子 另外一个是连作 一块土地适合种什么 就尽量种下去 那前两个无农药 或许有些人还可以理解 那可是无肥料 对很多人来说 他就觉得很难接受 那可是对农家来说 无农药无肥料 会让我们回到一个 很单纯的状态 因为这些东西 你都不能用 你想象就像一个老师 你不能用体发 你不用处罚的方式 你就要教育小孩子 那你要靠的是什么 你要去了解孩子的特性 去跟他学会 跟他相处 所以我们农家 也必须要走到 这样的一条路 所以无农药无肥料 就是让我们走 这样一个路 所以坦白讲 某一部分 他事情是变少了 因为不用施肥 听起来是变少 可是某一些事情 就是变多 对啊 那个考验很大 因为果树开始 就跟他原本 以前 尤其你们承接的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变多最重要 有一个部分 就是来自于除草 这个包括有机 也是不用除草剂嘛 对不对 所以秀明治安脑法 当然也不用除草剂 可是像比如说 我们种凤梨 我们种的凤梨 大概有 比如说 六分地 那么大 那种凤梨 秀明治安脑法的 它还有一个实施纲要 除了这四个原则 还有一个钢要 钢要里面 还有更详细的规定 钢要里面 有个最重要的东西 叫做不能用塑胶布 塑胶布 你知道在田间 用很多塑胶布 对对 就铺在地上 不让草长出来 比如说你是草莓园 就会看到 它铺了塑胶布 对 所以草就不会长嘛 那凤梨园园 也是一样会铺塑胶布的 那当然铺了塑胶布以后 连有机也是允许 使用铺胶布 可是秀明就是写 不准用 所以我们的除草面积是 凤梨除草面积 是人家的两倍以上 除草面积是两倍以上 不是收成面积哦 是除草面积 所以就 这部分的事情 就会变很多 这样子 十年 今年算第十年 对 进入第十一年 你在第二年 还第三年的时候 就因为有人邀请 出了一本书 种下百分之两百的 乐活幸福 是 那时候 才两年三年 对 就试着得把自己 这么大的一个人生转转 整理出一本 还蛮厚的书 其实坦白讲 书不是 无缘无故发生 是我 那时候来台东以后 就开始 尝试想把自己的事情 写下来 所以我就开始写部落格 那在他当年 十年前那时候 没有脸书嘛 那只有部落格 部落格还蛮 多人在看的时候 然后很少 那时候农业的部落格 还不多 那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 我写文章算是蛮痛顺的 所以可能还蛮多人看的 后来就出版社看到 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本书 那我就说我没有空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会帮你的文章 从部落格里面找出来 后来就挑了一些篇章 然后就重新改写 但你后来部落格就比较少写了 大概在第四年的时候 我爸爸过世了 在这边过世了 然后那时候 部落格上因为 部落格特性就是匿名嘛 对 所以上面有些人会骂我们 为什么要骂 你知道这社会上很多奇迪乖乖的人都有嘛 对 是 可是他就是因为 也许我们讲一些态度 比如说我们会讲到有机啊 或者讲到什么 他们会觉得你们秀民的人好像 多么伟大 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 他就开始在上面会批评 那就有些人会捍卫我们的人 就会帮忙 我就觉得这样很烦 就是 我只是想表达一些事情 就变成吵架的地方 我就把它关掉了 刚好我爸爸过世嘛 就把它关了 一直到现在 后来就直写脸书 因为脸书的朋友可以过滤掉 也是 哇所以你的脸书通常 像这种小农经营的什么品牌 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个公开的粉丝专业 但你不是 我没有粉丝专业 我 你好 我就只有自己 我的名字的脸书 这是那一次的受到那种争议 觉得 也不是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后来一直很幸运 就是我们农 我们的产品都卖得掉嘛 那我们农场在经营并不是说 我们只是为了来这边生活 过一个农业的生活 这是我们觉得 一个比较真正适合人的生活 那所以人的生活就是不应该为了赚钱而 把所有的重心全部只花在赚钱这件事情上面 那如果你的务农 因为很多人需要你的农产品 你就拼命扩张 那不是回到你原来最讨厌的那种生活吗 所以我们就觉得既然这样我们就卖这些东西就够了 就够了 那你也不需要为了他再弄什么粉丝业什么 因为你脸书已经很多朋友了 那原来很多客人的名单呢 根本不是卖东西的问题 就是只是有没有东西给人家而已 这听起来会让很多宜兰的小农羡慕 我从那边过来嘛 那很多也是带着觉得想要爱护自然 想尊重土地 然后耕耘的方式 可是因为自己没有品牌 那得要如果开始耕耘 然后得要从周边的朋友们开始销售起 其实多少小农自己要耕作 然后又要承接着销售端的事情 那个考验是蛮大的 没有错 为什么你的部分 你自己可以感觉是很容易的 在周边里面很 尤其是在一开始的一两年 也不用太担心会不会收成之后 即使多或少都是可以很容易就销售 其实坦白讲 所有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当初也一样啦 就是只是你来务农 你也没有想到销售是个问题嘛 那确实他也会一开始也会碰到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接手一片杨桃园 那杨桃园一开始套完袋子 之后算一算产量 可能比如说有一万一千斤 那我们就透过自己的人卖 以前的人卖 卖掉了三千斤预购 那接下来我们原来的农场 他们有卖给祖父联盟跟李仁 算一算七八千斤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看起来 数量就够了 不用担心 可是实际上的状况是 等到采收的是刚好过年前 那过年前开始在出货的时候 很多朋友大家都说他不收货 因为他们要回家过年 然后李仁他也不要收 因为他们要放假 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 那就很奇怪 我就后来就写一封信 十几封信给一些后来务农 才认识的朋友 跟农业界比较一点点关系的 他们就有些人就帮我发 然后我在部落格也写了这件事情 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每天有采多少量 今天已经都卖得完 所以那一批杨桃几千斤 就这样全部卖光光了 然后也许第一次很顺利 就建立了一批客户名单 然后之后好像 再也没疯过卖东西的问题 哇 所以我坦白讲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 我也没做什么太多努力 好啊 你就这样耸耸肩 其实就这样 对 不过我很努力写部落格是真的 有 我相信是那个建立起来的 尤其很多会去看 那默默的注意到这件事情 关注着你在做的事认同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时间点 就是我们开始做务农的时候 是十年前 那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务农 这时间点都发生得比较晚 对 大部分都比较晚 对 那早年开始在做的人 其实是占了一点点优势 我们比较容易获得注意 那现在被注意到的人蛮多的 所以就变成 力度就会变得比较少 对 然后后来大概在六年前 我们开始走入环保团体这一块领域 就是我们认为务农不应该只是务农 如果你又回到只是务农 就像你以前只是工作 所以你对你的身边的任何事情 你都不关心 那这样 这就是台湾大家很典型的 大家没有公平意识嘛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既然务农 我们应该空闲 自己能掌握的时间会比别人多 所以如果行有余力 我们就去做一点点其他事 那我很关心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来就加入环保团体 然后加入环保团体 其实因为在实体上 你会跟很多人接触 它其实对你的销售 不知不觉也是会有点帮助的 对 这是坦白想是会这样的 对 那个算是一个信任圈吗 对啊 当然也是不是因为要销售才进去 是因为想要去做一点事才进去 可是它自然后来就会产生一些 对它是有点帮忙的 这么说起来 秀明自然农法 以外界的认知 通常可能只是比较认知有机 或者说比较通俗的说法 说友善耕作 以秀明来讲 它算是比较 它算是更严苛的标准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如果以秀明的标准来看 其实它是蛮严格的 因为比如说 你们如果在果园里面有去看过 他们会挂一个瓶子 对不对 然后那里面是放甲鸡丁香油 果实银进去之后熊的就不生了 然后果实银就变少 这种东西我们不能挂 那不是在大自然游的 那比如说有些人会提倡叫做生物防治 那我可以丢一些草民 丢几万只草民去你的田里面 它会帮你吃掉一些虫 草民是在工厂里面培养出来的 这种在大自然里面不会发生的事 我们也不能做 那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细菌性的肥料 就生物性的肥料 培养一些细菌 然后就放到你的土壤里面说让你的菌种会增加 嗯 这种我们也不能做 所以它其实蛮严格的 嗯 那所以到后来我们都觉得 它的严格到后来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 因为你就不要想就好了嘛 不要刻意去人为操纵自然 你不要再想说 纵不好就是什么 我应该加什么东西 所以你的心会变很单纯 啊 反而对你来说是很单纯 嗯哼 就是生活很简单 反正就是该做的事出草 种什么时候种好 该做什么事做好就这样 其他事情都不要再想 你也吸引了很多 嗯 后来也在台东你生活的周边 也一起加入了成为了秀民自然农法的新生代 对不对 没有很多啦 就是我们后来我们开始务农之后 嗯 我们家就从我开始务农以后 我们就提供让志工来嗯 做农事体啊协助的机会 然后这里面这么多年下来 后来就陆陆续续有大概有七八个人 嗯就留在路野这一带了 对那里面有一些人并不是全职务农 有些人是半职有些人是全职 那呃他们都没有加入秀民自然农法协会 有几个那大部分就是呃大部分就是自己在务农的 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嗯 只是他们不想加入不加入 对于你招募志工啊 我偷偷看了你的夏云自然生活农庄的资料 是 我觉得呃这一路跟着米妈故事车环岛 走过几个农庄啊参与农人生活 看到他们也招募志工 我还真不晓得原来像是你要是来到台东 想要到林大哥这里参加志工 你得先问问自己心里几个问题哦 我先帮大家考试一下 林大哥呢 他希望你来当志工以前 请先自己回答几个问题 一来我家协助农事几天并一起生活 你想学到什么 二你对农业的生活有何想象 三为什么你会对农业有兴趣 四你对未来走向农村的可能性 五你对秀明自然农法的基本认识 六是如何开始在你心里产生接触农业的动机的 总共六个 这根本每个都是深论题啊 你太狠了啦 我只是要去果园里面除除草 我大部分来的志工都没有回答我这问题 是啊 我还是接了他们 不过有两个人很认真写 但我想他们或许没有回答 可是他们心里多少读完这个题目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念头啊 也多少走了一点 他要消化一遍 对 反问自家自己这样 请问这位农庄主人林毅龙先生 您干嘛这样子 农事志工这件事情是 出发点是来自于 当初我一开始不是说我们认识了一个大姐 然后后来我决定务农 然后接下来在那边我受她影响 我们决定务农 那我太太说我需要自己去 确定一下自己可以做 我就到他们家做了二十天 我也是住外面 然后每天去他们家帮忙 然后后来我们决定务农 所以他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发现其实对我人生影响是蛮大的 那所以我们开始务农以后 我们决定我们也应该给别人一个机会 人家说不定想要试试看 那可是他没有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来这里 可是来这里以后 如果你只是每天在做事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 重点是你在这做事的时候 你想要了解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休息的时候 那边工作也可以边讲话 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讲话 那讲话总共的 闲聊嘛 你要聊的是什么事情 你要问的是什么 对 这是很重要 那有些人会 有些人想知道我们怎么从 不是农夫变成农夫 有些人想知道我们收入状况 很想知道我们怎么买地的 不管怎么样 他总是有个方向 那这些东西就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所以我才会订那些规定 所以我也很讨厌说 农场现在大家都说叫做打工换树 我最讨厌的是这个名词 因为我一直觉得后来大家在用打工换树的名词 那是从国外来的 从澳洲来的 那是在换钱 用你的劳动力去换钱 可是你来我们家做事情 我们现在都规定是要五天 周一到周五 至少五天的 对对对对 周一到周五 那坦白一般的志工来 他的工作速度绝对 跟我们比起来 就是大概不到我们的 大概我们四分之一就差不多了 女生的话更惨 男生大概四分之一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 而且他们又不熟 我还花时间教他们 所以其实对我们劳动力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然后每天在我们家生活 我们还多煮一个人饭 然后我们小孩 每天在家就多一个外人在这 其实他是一个打扰 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 他是让这个人真正去了解 一个农家怎么走过来的机会 所以他来不是要换什么东西 他就是来协助我们 然后协助我们同时 他会协助他自己这样 所以他出发点是因为 想要当志工而去 如果你去慈祭说你想要换什么 没有人想让你来 因为是你想当志工你才会来 所以在那几个问题 你当时设计的时候 也多少跟你自己走过的 这一段的经历是有关的 我们家真的就是来的志工 普遍大部分都是 对农业真的比较有兴趣的人 而不是只是想来台东玩 所以在你每次 虽然说你会招募志工的几率 其实也不长 我没有特别去宣传 也没有特别在网站写 我家里面网站 脸书也不会一直提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是知道人 他就是自己打听得到 所以只要有人想来的时候 在你现在接触到的 在这些有意愿的志工里面 你感觉得到现在的气氛是什么吗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大家会碰到一个状况 有两种两种状况 一种是年轻的 就是七十年次以后的 他们我觉得这个年纪以后的人 他们碰到的状况 跟我们当年我们这种五十年次的人 比起来现在社会的机会 给的比较少 所以相对而言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在你的工作上 可是你获得的报偿也不多 然后你人生又搞得一塌糊涂 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这样的东西 值得吗 那我不如去过一个生活 是比较平衡的生活 反正收入也差不了多少嘛 对不对 可是你的生活是完整度更高 所以选多人就选择 越来越多年轻人就选择 想要走到农村去 好那另外一种是中年人 可能四十岁以后的 那他思考可能会定不太一样 就是工作上 有一些也许是遇到瓶颈 可是我接触到的 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这样 他们都其实工作都蛮顺利的 大部分都是觉得 人生走到某个阶段 会发现 难道我只是赚钱吗 对 所以他们开始想 替自己找一些可能性 然后在那个阶段是 他的孩子 就是那个阶段 他再不做的话 就会错过那个年纪 所以很多人在这时候就 有一部分的人在这时候很勇敢 就真的走出来了 你就真的走出来 就是你刚刚指的 大概有七八个 后来他们也真正就留了下来 对 可是比例上比较多 还是在七十年次左右的 哇 四十几岁的有了两三个 在你当年那个四十岁左右 放下那种读会生活 上班族生活 然后家里有七小 上还有老 那么大的决定 还好太太其实是 只是帮你 太酷了 访谈第一次遇到 刚刚那是蚊子还是 不是一种小虫而已 一种小虫 我在野外录音 我可以一边访谈 一边吃到小虫 蛋白质 蛋白质 我没有吞进去 不算吃进去 太那个活生生的体验 真的是活生生 谢谢那个林大哥 建议我们可以在树印下 坐着竹腾子椅子 然后拉着板凳 就把电脑打开来了 这个在你自己过去上班族生活的时候 你曾经有梦想过就是 应该人生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吗 没有 我其实做农这件事是没有计划的 就从来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就是四十岁那一年 三十九岁半那一年 就经过太太的同意 我就把工作辞了 可是辞了之后要干什么 其实没有想 就只是想辞掉再说吧 因为你那个时候不辞 大概不会再有机会了 那所以也是后来才开始决定务农 所以十年了 也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什么太大的 会刺激你觉得说 可能接下来又有一个什么改变了吗 坦白讲 十年过去农业的生活 叫我现在再回去过上班的生活 我打死也不要 因为你会觉得现在这样子 是比较闪人类的生活 就是生活它是一个完整度比较高的 就是什么东西都都有 然后朋友也很多 也不是很孤单 然后劳动有时候很累 可是其实劳动完其实蛮开心的 那收入不多 可是也可以维持生活 那你跟家里的相处 也没有说想象到多很多 可是还是比一般人多 那比如说你的小孩子的生活里面 大概很少人能成为孩子的 比如说篮球教练 那我就是海国孩子的教练 一般人大概没办法 也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可是到这个阶段 其实有一件反而不是因为农业产生的事情 会让我们想比较多 是因为我们孩子现在都离开家里了 十年了 我的孩子去读高中了 一个读大学了 都住校嘛 所以家里没有人 就空草起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再过几年 我也不需要因为孩子赚这么多农业上收入嘛 那我们到底我们的生活要转到哪里去 就我们该可以 什么样的转换 为什么其他人做什么帮忙或什么的 就是开始在想这些事情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答案 不过可能这是要慢慢去思考 很可能会是一个跟农没有关系的事吗 应该还是有 应该还是一样的 只是说要怎么去协助而已 我可以再用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 想了解一下您刚刚提到的环境议题 社会议题这个部分嘛 因为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可以说吗 我是一个那个环保团体 在台湾人数最多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的环保团体 叫荒野保护协会的志工 荒野保护协会台东分会的会长 分会长 就是志工而已 是志工 台东 没有薪水的志工 只是有个头衔而已 但以荒野他们接触的议题处理的事情来讲 在你的又是这么大面积的果园耕耘之余 你参与这些事情 为什么你会有那样子的动力 觉得很有必要的 得要他要占着生活这么大一个部分 我要坦白讲 就是其实当初我在开始做 荒野保护协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到开始上班的时候 都在新竹市野鸟学会 长鸟跟当志工 然后后来呢 开始创业了 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全部丢到一边 直到搬来台东的时候 之前我女儿参加了一个 新竹荒野的一个亲子团 亲子二团 那我女儿待了半年 我就把他拖到台东来了 然后后来我们台东有一些 一开始有四个秀明自然农坏的农友 然后我们认识了之后呢 其中一个农友 刚好他是台东人 可是他之前都在台南上班 然后他在台南上班 也是在台南荒野当解说员 所以他回到台东的时候 他觉得荒野台东那时候 有点停滞了 因为原来的干部 大家都很忙 就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动 让这块动起来 所以他重新召集一些人 按说你是荒野人 我说我是吗 我女儿 我女儿亲子团这样而已 他说不管了 你就进来帮忙 所以那我这个人是 就是不小心被任命的 志工的工作 我的态度就是 你做了就好好做 就这样子来 不要因为 即使你也没有那么完全 愿意你就做了 可是当你做了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台东事实上 没有什么环保团体 所以很多一些事情 是没有人在做 就是环境的教育的事情 推广的人不多 那有一些开发的案子 在盯的人也不多 所以必须要有人 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然后后来就 从副分会长 就当到分会长 这样 那既然当然就是好好当 所以就 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 最近在伤脑筋的议题 是哪方面 坦白讲 在台东的议题 一直都不算大 也不算小 最主要大部分 最主要大部分 还是在东海岸的开发 就是太多官官开发案 在这一带 那我们要怎么去 扭转大家的观念 就是这种 我们不是说反对观光 我们事实上是鼓励观光 可是我们鼓励的观光 是比较属于小型一点的 就是对资源上面的取用 不是这种任务限制的 然后跟在地的人 结合是比较多的 然后利益会留在在地人身上 而不是留在老板身上 这样的观光 然后会限制人数的 那可是 大家听到的 好像都觉得 只有靠大饭店才可以 可是大饭店对海岸的 建设破坏其实还蛮大的 对资源的分配 也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那未来会比较严重的事情 是现在大家还没看到 可是迟早会发生 就是书发改通车之后 会有大量车辆进到花莲 然后大量车辆进到花莲 下一步就是会有 书发 快速到 花东快速道路的提倡 已经有一些议员在喊了 那万一被盖了 或者不管有没有被盖 还是有大量车辆会进到台东 所以它对台东会有一个 产生于很大的改变 就是未来台东 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状况 那我们怎么去守住台东 大家会想来台东 真正想来台东 不是为了这些便利的生活 现在其实已经很便利 台东也很少在塞车 真正我们在乎的事情是 台东怎么留下一个 大家能保持那种 纯朴的样貌 那才是现代人最缺乏的感受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刚好是中秋节 今天中秋节这个节日 昨天我带着米妈 从屏东那一个最下面 这样慢慢走 走进台东的时候 看到很多自行车 那我妈妈会觉得说 好危险啊 我说妈妈其实不要太担心 每天都有好多人这样骑 而且呢 这些只要骑过东海岸线的 他们多少后来就会变成 保护东海岸线的力量之一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走走走看看 才知道原来这些 真的是多么需要被保留下来的 那尤其说到中秋节 你刚刚讲人潮这些 也确实感觉来这也是悠灾 悠险的 实在是太风和日丽了 天气非常好 那么观光那个是一个 好大的议题了 对这应该值得我们 都应该去关注的 但我今天太幸福了 跟着米妈可以在树底下 跟林大哥聊这些 我太感动了 太感谢了 谢谢林大哥 我们这种 在树下拿着麦克风说话的机会 应该也很少 是啊是啊 当然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些 我们保持联络 有空再来找你玩 谢谢林大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